百年时尚新千年翡翠琴 买A货翡翠 加微信 11776270 计赏期内免费退换 让您花最少的钱 带最好的翡翠 1951年8月16日 在上海叱咤风云的黑帮老大 杜月生病时 临终前他告诫自己的子女 永远不要踏入黑道 永远不要忘记自己是中国人 正是这句遗言 深深地印在了杜维善的心里 杜维善 1933年12月16日出生 他是杜月生最小的儿子 在家排行老西 杜月生逝世后 他和母亲姚玉兰 将杜月生的灵鹫运送到台湾 后来他去澳大利亚留学 毕业后又回到台湾 成为了石油公司的地质工程师 最终他定居在了加拿大 1991年 为人低调的杜维善突然来到上海 向上海博物馆捐赠了360西枚 萨山王朝的金银币 让上海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们震惊不已 要知道萨山王朝是最后一个 前伊斯兰时期的罗斯帝国 建立于公元224年 变亡于公元601年 而杜维善捐赠的这些金银币 都有着极高的价值 据说他在60年代 以1000多万台币 卖掉了两套台湾的房子 才买下了两枚萨山金币 这367枚金银币的总市价 博会低于三个月 除了这些金银币外 杜维善还先后向上海博物馆 捐献股东期次 共捐赠各类股钱币2128枚 所捐的股东总价值超过10亿 不仅如此 他还承担起了为上海博物馆 培养专业人才的任务 只因为在杜维善的眼里 他始终是一个中国人 要说这三国中的吕布 从未杀过一元大将 却被后世尊为三国第一 就因为他有一个记录 无人能破 什么记录你知道吗